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都說我瘋狂 這樣來快閃 為什麼不可以 快閃機票也不用錢 我講的是用亞洲萬里通利素換的免費機票 只需要用2萬里就可以換到單程適理的機票 而且選擇以下航班還可以省兩天假期 坐凌晨機的好處 就是你一下機就可以Check-in酒店 然後你就可以去吃點東西 這個岩石區碼頭附近 其實都很多餐廳可以吃東西 吃點東西之後就可以馬上去玩 酒店房間就不特別介紹了 房間沒有特別 但是景觀很特別 我們馬上來看看這個 雪梨歌劇院 Hello 大家好 我們現在身處在Circular Quad的碼頭 這個碼頭其實就是Sidney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交通交匯處 這邊的碼頭就有不同的航線 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班車都非常頻密 平均來說就是10至15分鐘已經有一班船 另外地鐵和火車的地鐵都在這一邊 這邊風景非常漂亮 可以看到大橋 又可以看到歌劇院 這裡又有郵輪碼頭 非常適合來這裡去吃 現在我們就去歌劇院進發 我們現在來到Sidney歌劇院的正面 哇 很震撼 這個位置 非常漂亮 也可以看到Sidney大橋 Sidney港這個位置 今天也沒有什麼人來這裡 很Chill 天氣也非常好 如果你來到這裡 多拍兩張漂亮的相片 離開歌劇院 我們就去看一下Sidney港灣大橋 看港灣大橋 你可以坐到 鱗在海那裡看 或者你親身走上去都行 我意思是真的走上那個橋頂 鱗在海那裡看 逛了一整天是時候去吃飯 我們今天去的餐廳 The Fan Week就是Borming East 在Circular Creek 坐渡輪過去 都大概只需要六分鐘 是不是很搞笑呢 他現在安排了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整間店鋪的 entrance 他就Block了一個entrance給我們吃飯 今晚似乎是主打海鮮的 我待會看看好不好吃 吃東西之前我們都看看這個餐廳的無敵海景 是不是以為我們去了另一間餐廳呢 不是啊 都是剛才的餐廳 不過吃吃下下雨 現在我們升級了 上了二樓 二樓也很棒的 讓大家看看這個景色 外國人吃田菜呢 當然是慢一點的 吃田菜啊 喝東西啊 都過了幾小時了 我們過了幾小時之後呢 主菜終於來到了 那主菜今天有些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就有他們signature的 有一個黑松露的一個pasta 還有呢 這一隻呢 就是他們說澳洲最新鮮 今天 新鮮運到的魚 忘記了什麼魚了 然後這些sign dish呢 大陸爆炸 有這個番茄 還有這個豆類的 那 好了 我們現在就開始吃了 但是呢 吃之前呢 我也要帶大家 看一次這個最美的夜景 好了 吃飽飽就回酒店休息了 第一天的行程就結束了 嗨 我們今天呢 就加入了這個local tour 就來這個wild park 就是這裡 那呢 聽說一下 裡面呢 有最出名的 澳洲最出名的 當然有樹熊 還有袋鼠 還有鱷魚 哇 很多東西在裡面 我們進去看看吧 我們進來這裡呢 第一個項目呢 就是餵袋鼠 那呢 你會發覺呢 這裡呢 遍地代鼠 但是呢 不是我們想像中那些 這麼大隻的 你看看 是這麼小隻的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餵牠呢 這裡有一個杯子 那樣的 嘗一下 是不是這樣餵牠呢 好害怕啊 哎呀 好搞笑啊 好可愛啊 嘩 來搶東西吃 牠們 這些鳥都來搶東西吃 好搞笑啊 這裡呢 很多山羊的 你看看 任何東西進來 搞吧 你不小心一點 會攻擊你 會撞你的 撞你的 撞你的 那你就不要 這麼激烈地碰它 你看看 好害怕啊 現在快走過來 好 我們進去 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原來這裡是鴨的家 有些鴨的 這隻很兇的 這隻千萬不要碰它 這隻 這隻剛才會撞人的 這隻後面也是 我會撞到它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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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cute 我們終於上到這個Blue Mountain了 多辛苦 這個Blue Mountain 這個中心店 其實 可以一次過滿足你三個願望 因為它有兩款纜車 和一個Railway 你可以搭過去 對面 是看一個叫做 Free Sista 和有一個Valley 的地方 我們現在 就馬上進去 看看 我現在就上了這個纜車 但是呢 很棒的 這個是一個會滴水的纜車 你看 這裡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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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滴滴滴 你可以 戴上雨衣 或者你是 室內擔傘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早上 早上 我們還是在早上 謝謝 HESA SIST 3 SISTER 在那邊 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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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旅程又完結了 Hi 我們今天就來看這個Air Show 這個Air Show一年一次在Albon Park舉行 這裡大概距離Sydney市中心100公里左右 這次租了一輛EV 不過澳洲也有很便宜的 1.8兆2.3不等 但這次貪得意租了EV也挺好駕駛 我們馬上去Air Show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 我們進來這個Air Show的熱場 真的很震撼 現在已經在表演飛行表演 那輛飛機好像在墜落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 然後這裡全部都放滿了飛機 直升機 看來這個會場也很熱鬧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有什麼更加刺激的東西 看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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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卡拉斯 超過天真多 就到了 我們看到這裡 超過天真多 siento 看來看 看來看 每个人都在转换 每个人都在转换 都在转换 F-35 WOW! AIR SHOW是否很刺激呢? 不過看完我們夠時間去吃飯 我們這次去的餐廳叫Steamer Bar & Restaurant 它就是位於烏龍港一個很美麗的沙灘旁邊 現在我們到另一個景點 這個是Sidney的Sidney Eye 其實就是一個塔 口高可以看到整個Sidney的全景 就是這個窗外 這個塔其實也有少少老套 不過自在地看全景 現在拍攝附近給大家看 我們到處理一下了 在香港的海洋公園應該沒有海洋生物體 不如一家大小合家歡 我們也推薦你來這個Sea Life Signy海洋博物館 去看看水族館和博物館 在這邊很方便 在Tremont Bay走到最後 這就是海洋館 這個海洋館裡面有一隻 大家都很少見到的海牛 走到肚子餓要去吃飯了 我們現在來到Bangangaroo 一個比較深的地區 吃澳洲也有名的牛扒 你看看這個Dry Age 42 Days 很大的手掌 有一個Rips Combo 很誇張 你看看這麼大 這間就叫做Meat District Company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來試試 我沒有收廣告費 那又完結了第四天的旅程 另外一個景點就是Fish Market Fish Market 我想可能會很像日本的Fish Market 不知道 但是來到這裡很大股魚腥味 可能進去 只是香港一個街市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你也看到剛才有不同的店鋪 因為這間店鋪都賣很多海鮮 海鮮是你可以自選 買了之後 你便放了一二個 或者回家吃 就有一點跟日本的不同 就是有位置給你去吃 至少我現在看到這些店鋪就沒有了 可能裡面就不同一點 我們現在就馬上進去看看 對 這裡也有一些海鮮的餐廳 你可以立即在這裡 這個是新加坡風格 因為它設有胡椒辣蟹 咦 裡面真的有食店給你吃東西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我們訂購了一些食物 其實就是它最後才計算的 其實有兩大類 第一類就像這些BBQ Food 即它燒烤之後就自己選 第二類就像剛才看到那些 海鮮 蠔 還有刺身 那你也可以叫 但它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它不是一個店鋪 那些食物也不一定是 全部都有齊 但它的座位就只是在一個店鋪吃 可能你吃完一間 就要去第二間吃 我們現在首先吃了這些BBQ食物 一會兒就會再吃蠔 吃完熟的海鮮 你當然可以吃生的海鮮 例如你可以叫蠔來吃 這些蠔在海鮮當中訂購 然後你出來 這個不是很漂亮的風景 但都可以在這裡吃 但小心在這裡有很多海鷗 有些鳥來跟你搶食 所以你還沒吃之前 最好就先蓋著它 來到澳洲 怎可以不吃龍蝦 澳洲龍蝦很出名 南澳龍蝦來說 這裡大約150元左右 1kg 這裡就是2kg 不是真的很便宜 因為加工費、衣麵等 其實都是貴的 但來到澳洲沒理由不吃 這裡應該是新鮮的 另外一樣是鮑魚 超大隻 這隻就是澳洲野山鮑魚 大概是90元1kg 吃飽就來圖書館辦 文青打卡 最後回到QBB看看有沒有購物 可以購物 哇 這麼快旅程又完結了 現在要趕著去搭飛機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Subscribe、Like、Share 多謝你的支持 Bye Bye